这个地方位于我国山东省鹰台境内罗山脚下,这个C级景区是由山东中矿集团投资三亿元兴建,是目前国内最大以淘金体验为主题的旅游景点。 这种花钱卖票就能够进入的景区,在我国来说非常罕见,但是这种既能体验到淘金的感觉,并且淘到东西可以带走,那么对中国人诱惑是比较大了,再加上黄金价值也非常高。 如果说纸币会通货膨胀,这种不确定概率的话,那么黄金就是一个通用的财富,永远不会担心会贬值。 虽然说每个运会往往这个地方投放20万的黄金,但是毕竟还是少数能淘到的游客,也只能说运气比较好,但是这样的噱头和这种非常不一样的淘金体验感,会吸引非常多的游客。 在现在发展当中,很多吸引人的手段,即使看起来有些天马行空,但是只要商家打出这样的标识,就一定不会赖账。 淘金小镇也算是一个特色性的旅游城市,并且能够让人们体验到不同于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种工作方式,时代在发展人们在进步。 现在人们体验放松的方式有很多,而这些多种多样的方式,当然也不会拘泥于形式,这样的形式在其他人看起来可能比较让人惊讶,但是能够有这样的想法也非常具有前卫性,毕竟这种需要自己商家利益来突出新游客的方式是所有人能够做到的。